男子來了請看 Bread felt so Bread他覺得好怎麼樣啊 一開頭第一結尾 欸其實我覺得一開頭的字眼他是 很少的 所以你每一刻如果有一開頭的字眼 你特別把他背起來 反正只要一開頭就他了 應該不會有別人了 一個吧或者是兩個最多吧 一開頭的真的不多 He felt a fist bike 因為他怎麼樣 他從他的腳踏車摔下來了 摔下來你就爬起來嘛 可是就在那個 Moment When the girl he had a crush on Just passed by 他怎麼樣的那個女生剛好 經過了喔我們來畫一下 這個片語 had a crush on 請畫喔 這個crush他本來是指 鴨的意思 不過呢在這裡 had a crush on 他意思是說哇塞 我心思整個被這個人佔滿了 他把我給壓垮了 我沒有辦法再想其他的事情了 這個叫迷戀 喔水喔 水喔 你迷戀的那個女孩從你旁邊經過 你本來想要耍帥 然後要壓勾勒 然後你就摔倒了 當時真糗 所以我們這個空格要填的是embarrassed 榮蘇老師 再講一下這個單字好嗎 embarrassed 在這裡是拿來當作形容詞使用 叫做感到尷尬的 不過呢這個embarrassed 如果你一滴拿掉的話 我畫掉了 如果你一滴拿掉的話 這個embarrassed 它本身是一個動詞的用法 來給我一個空白處 請抄一下 embarrassed 是屎 喔天啊 我馬上後悔 我來補充這個字耶 大家在想 蘇瑞老師 到底能不能把尷尬這個字寫對呢 開玩笑有什麼難 尷尬 我辦到了 爸媽 我辦到了 embarrassed 我有一個還蠻可愛的技法啦 這個bar bar 就是指那個木棍對不對 那這個棍子拿起來喔 打在哪裡啊 選一下直線 OK 棍子拿起來 打在你的ars上面 s就是你的屁屁 但是呢外國人在講 屁屁的時候 尤其是在講髒話的時候 他們會說ars 他們會覺得這樣比較文雅一點 棍子拿起來 打你的屁屁 你們現在應該沒有體罰了吧 我 我的念書的那個年代是可以體罰的 老師打手心啊 打屁股啊 我就覺得天哪你們手是不酸是不是 為什麼要打小孩啊 那你就會覺得 喔很尷尬啊 所以這個是使人尷尬的 而這種跟情緒有關的動詞 我們都可以把它改成分詞喔 你可以把它改成ving 就跟這一刻的depressed是一樣的 或者是改成vpp 那如果是改成ving的話 是主動嘛 就是主動令人怎麼樣 令人尷尬的 那如果是vpp就是 哇從腳踏車摔下去的這件事情 讓他尷尬 他被弄得很尷尬 所以vpp就變成是embarrassed 懂嗎 懂 那你很棒 來回頭 我們再來check過一次喔 breath felt so 他覺得哇太怎麼樣了 尷尬 所以他是被弄得很尷尬 因此答案會是embarrassed 不要寫excited 老師啊 excited 一開頭第一結尾 不行 一這一刻沒有這個單字 然後呢 二 你用excited 他意思完全不對 你迷戀的女人面前摔下去 哇好興奮喔 錯 所以我們只能用embarrassed 報關閉